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第四题 这一题它给一个FT图 力量对时刻的做图 那这个图呢 它的面积就会对应到我们的 冲量 就会对应到我们的冲量 为什么呢 稍微复习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呢 以力为横轴 以力为重轴 时刻为横轴 那在一个固定大小 力大小不随时间改变的情况下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呢 就会对应到 就会对应到冲量 对不对 因为宽的话对应到力 长对应到时间 所以力作用一段时间就是冲量 那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曲线下面积 就像我们VT图那时候所处理的一样 好那这一题呢是 就是要让我们练习算算看 FT图曲线下的面积 那他说呢 一个静止 起初是静止的物体 受到力 开始运动 那0到2秒期间 力是从10增加到20 从这张图上也看得出来 他的0到2秒力从10变20 然后从2到10秒则是稳定的20的力 那请问在第4秒或第4秒期 第2秒末的动量是多少 那他要求的是第4秒末和第2秒末的动量 那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 我们从这张图FT图的面积 只能找出充量 但我们如果要求动量 需要有初始条件 就是第0秒的时候 他是不是已经有动量了 这样子 好那 如果第0秒的时候有动量 那第4秒的动量 就要用第0秒的动量 再加上0到4秒的充量 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逻辑 那第2秒的也一样 第2秒的动量就是 第0秒的动量 再加上0到2秒的充量 那我们来求 0到4秒的充量 从这个图的面积来看 0到4秒的充量可以分两部分 一个是T型的面积 另外一个是长方形的面积 另外一个是长方形的面积 T型 它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 除以2 就是它的面积 结果是30 那2到4呢 它是长方形 20乘以2 所以答案 这也是40 所以我们的 0到4的充量 0到4的充量是30加40 70 好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写出来了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写出来了 0到4秒充量是70 0到2秒刚刚也有算 就是30 那最初 那最初0秒的时候的动量是多少呢 最初0秒的时候的动量是多少呢 最初0秒的时候的动量是多少呢